背在世界十二強棒球錦標賽 中華隊今天在洲際球場 與中興兄弟進行熱身賽 專門來比賽前半段形成了投手大戰 中華隊先棒投手土地公尼夫德 在前三局投球是虎虎身風 讓黃山打線九上九下 中華街地投球的前二十一五左右 護法宋家豪以及林子溫 也都能有小壓制力保分十分 但是中興兄弟年僅十九歲的 小將杜嘉明表現同樣也不含糊 面對精銳進出的中華隊打線 卻展現了畜生之徒不畏虎的氣勢 五局投球 僅僅被敲出三隻零星安打 沒有丟掉任何分數 也讓比賽的前五局打完 依舊是0比0的僵局 但隨著杜嘉明五局投完退場 接力投球的邱品睿卻完全讓比賽失控 儘管成功抓下了第一個出局數 但接下來面對中華鬥士楊代剛 投出的第一球就形成了重傷害 中華嚴方下 還在飛 還在飛 不必看啦 送了紅布拉 而這也是中華隊在優勝賽 所敲出的第一支全力打 通過慢動作畫面重播 這顆變化球明顯偏高 結果就被右上戴個正著 而這一棒就像是點燃隱性的 技藝環奧會 中華類吃後喝了寶獸及安打分戰一二壘 接著上場的靈異選及陳永菊 接連敲出安打 進帳兩分 而這兩出局之後 中砲手張紀德 也補上這支中間方向的川原安打 又有打點進帳 而且持續攻佔一三壘 輪到國際賽車場老將高志剛 沒有錯 又是高志剛 這一棒夯出了左腕爺的深遠安打 三壘上跑者回來攻下分數沒問題 就連一壘上的張靖德 也快把這邊一口氣連尻尻了三個聯邦 回到本壘 但打擊的高志剛想趁機上到三壘 結果卻操到刺殺 但這支二壘安打 還是帶有兩分的打點 中華類這個慢局一輪猛攻 一口氣攻下了六分 吞下了一顆大橘子 之後的比賽 雙方都無法再串聯有效攻勢 包括羅家仁 陳文文在比賽後半段 也成功守成 保育中華隊最終是以6比0 帶走比賽勝利 回來題新聞林鎮遠 王德馨綜合報導